第三章,观天地,法阴阳。 对很多人来说学习中医是很痛苦的。 他们为成为名医而摧残自己的心,越是渴望成为名医,心里就越紧张,紧紧地抓住书本不放,饥渴地希望从中获取成为中医的资料。 结果是越紧张越学不到东西。 通常人在处于过度紧张的状态下,更容易步入歧途,等发现自己步入歧途已十多年之后,再回头都难。 学习中医或其他知识,其实就是将别人的思维复制成为自己的思维。 古往今来医家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模式,有成就或称之为得到的医家,都是复制的同一个内经思维。 而更多为得到的医家复制的则是个人思维。 正确的中医思维模式因为源头统一,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有不同,核心本质却没有分别。 中医虽博大,但经深处却唯一。 所以我们在进一步学习之前,要彻底地过滤自己所学的知识。 进去非识的思维,无论什么先方秘书,只要不是究竟之学,都需要舍弃。 我们不是因为知识不够而不能尽得内经之傲,而是知识太多,太大阻碍了我们进入。 或因学了某些秘书有一定的效果,使自己陶醉其中。 我个人认为,学习最大的痛苦就是知识间的相互碰撞。 费尽心力地学了很多知识,可知识间却相互矛盾,并各自有理。 在这种矛盾中纠缠是非常痛苦的,这种纠结的痛苦难以形容。 所以需要我们轻装上阵,轻松而没有过多要求地学习经典,这才是快乐的开始。 中西方医学思维的差异 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经典,有的人还读了很长时间,但还是不明白经典到底说的是什么,以至于一见到经典就头疼。 此时我再劝他们苦读就显得有些空洞了。 其实这时候需要的是调整方向,不能沿着惯性一直走下去。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一直沿着西医纸的方向走中医的道路,这样学族室旅是学不好中医的。 我们应该感谢西医,因为正是有了西方医学对中医学的冲击,中医才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在西医的冲击下,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自大,不再孤不自封。 中医与西医有很大差别,最大的差别就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现在,西方人是一直沿用笛卡尔的智学方法来观察世界, 这种方法就是把复杂问题分解为多个比较简单的小问题。 每个人研究一个小问题。 在小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后,再考虑大问题,这样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将这种思维方法运用到医学领域就产生了现在的西医思维。 西医将人体结构分解为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等八个系统, 一个医生只研究人体的某一个系统。 这样他就可以在所研究的系统中无限深入,成为这一系统的专家。 随着医学的发展,研究领域越分越细。 很多医生穷极医生,只研究人体某一系统的某一小部分的某一小方面, 最后也会成为专家。 在这种治学方法下,西医建立了一套以生理、病理为基础的庞大的医学体系。 下面以普通肺炎病人为例,分析一下西医学体系的特点。 病人首先会被导医分诊,到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医生那里去诊疗。 如果病人还兼有胃肠疾病,则需请治疗消化系统的医生会诊。 呼吸科医生一般不负责胃肠病。 呼吸科医生见到咳嗽病人,首先思考的是咳嗽的病例,咳嗽是非的排异反应。 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呢? 需要进行辅助检查,如胸部X线检查。 血肠规,再根据检查结果判断,是不是因为气管内的细菌引起的炎性刺激。 然后再通过谈培养确定细菌的性质,选择对该细菌有特效的抗生素,处方用药。 对中医来说以前本来没有专科专家一说,因为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整体, 可是现在中医的看病思维模式,也沿用了这种吸引模式。 下面仍以普通肺炎病人为例说一下现在中医看病的模式。 病人找到中医医生看病,中医医生首先想到的也是咳嗽的病例, 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失调。 为什么会宣发速降失调呢? 是因为外邪,感受风寒,风热,或是内伤,皮虚,肾虚等。 如果是心病,发病时间短,可以判断是外感。 咳嗽土黄痰,通过痰的性质判断是风热咳嗽, 然后选择宣肺化痰清热的方级治疗。 从上面两种医学的诊疗思维模式看,咳嗽,肺的排异反应,炎症,消炎。 咳嗽,肺宣发速降异常,风热,清热化痰,虽然名词不透。 但方式却一模一样。 这不禁让人疑惑。 西医生理病理的看病方式合适成了中医医生的看病方式。 中医被同化了却不自知,真正的中医思维去哪里了? 中医的思维是整体思维。 中国人很清楚天地万物纷繁复杂,而且事物越微观越复杂。 中国人不满足于只知道事物的局部。 每个中国人骨子里都有想要掌握天地之道的雄心。 中国人没有在具体细节上下功夫,而是找到了这些事物的共同属性。 用一个大纲贯穿了天地间的一切事物,当举则目张。 只要掌握这个大纲,万事万物尽在掌中。 这个大纲就是道。 道可道,非常道,作为一的道没办法用语言表达,道声一,一神二,那我们可以用二表达,和二为一,这个二就是阴阳。 世间万物无论怎么变化,都逃不出阴与阳。 因此周易有阴谣与阳谣的不同组合,组合出不同的挂项,来表示天地间一切事物的规律。 将这种规律运用在中医上,人类所能得的病种,数之可食,推之可摆,数之可迁,推之可万。 细菌与病毒种类越来越多,人类的疾病也越来越多。 一个疾病一个疾病研究,最后永远会落后于疾病。 但如果我们可以把握所有疾病的规律,即任何一个疾病就其表现出来的像而言,其本质不是阳就是阴。 当然,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一分为二的非阴及阳,还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在阴阳的基础上继续往下分,即阴阳之中富有阴阳。 将阴阳在细分阴阳便产生了太阴、太阳、少阴、少阳,这便是太极生两疑,两疑生四项。 中医在分到四项之后并没有继续四项分八卦。 八八六十四卦底分下去,而是两疑直接分到了六项。 因为当疑分到了二,就已经有了三。 将万物分为阴阳,在阴与阳的交界点便是三。 这个特殊状态必须被看清才可以继续分下去,中医看到了交汇点。 将四项再加上两个交汇点一共为六项。 六项即是六经,无论多么复杂的病都可将之归为六经。 刚举则穆章,无论多么复杂的疾病,我们都可以归为刚目而得到清楚的认识。 张仲景云 虽未能禁欲诸病,数可以兼并之源。 只要掌握了六经辩证的大纲,谨熟阴阳,虽不能包治百病,但是却可以洞悉百病,达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天地阴阳的运行规律 在古人的思维里,天地与人体都遵循一个共同的理。 人有呼吸则活,无呼吸则死,天地也是一样,也有呼吸。 古人将天地的呼吸称为天地交感,正是因为这种呼吸,地球才有了生气,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老子言天地之间,其有椭月乎,椭月是古代古风吹火用的器具。 吹火时一张一合,天地也是如此一张一合。 其一张一合的大周期为一年,小周期为一天。 春夏张,秋冬合。 一天从紫时到五十张,从五十到紫时合。 天地呼吸的过程古人用天气下降,地气上升表示。 是,天气下降与地气上升同时发生。 当天气下降多于地气上升时,整个气的方向是向地,大地开始变热变时,这个过程就是阳道。 反之,当地气上升多于天气下降时,整个气的方向是向虚空,大地就开始变寒变虚,这个过程就是阴道。 集内经所谓阳道时,阴道虚。 细言之,春三月,天气进入大地的量越来越多,同时地气的外出量也随之增多。 此三月,天气进入量多于地气外出量,故大地逐渐变温。 下三月,天气进入量继续增多,同时地气外出量也随之增多。 但始终是天气进入量多于地气外出量,所以天气越来越热。 秋三月,天气的进入量开始减少,同时地气外出量也开始减少。 但地气的外出量多于天气的进入量,大地开始转量。 冬三月,天气进入量继续减少。 同时地气外出量也开始减少,但地气外出量多于天气进入量,大地开始变寒。 古人一将天气称为阳气,将地气称为阴气。 春三月与夏三月天气进入大地的量越来越多,地气向外散出量也越来越多,整个过程便是阳升阴长。 秋三月与冬三月天气进入大地量越来越少,地气向外散出量也越来越少,整个过程便是阳沙阴藏。 春三月与夏三月,天地之气的大方向是天气下降为主,这个过程为阳道。 秋三月与冬三月,天地之气的大方向是地气上升为主。 这个过程就是阴道。 因此就阴阳而分,春夏属阳,秋冬属阴。 春三月与冬三月大地温度低,大地所留有的气少,大地成万物稀少的景象。 夏三月与秋三月大地温度高,大地所留有的气多,大地成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 因此就多与少而分,冬春为少,夏秋为多,太。 这样多少与阴阳相配,一年四季便有了四个大象。 春为绍阳,夏为太阳,秋为太阴,冬为绍阴。 素问,四季调神大论。 详细说明了一年四季所呈现的不同表现。 春三月少阳,天地聚升,万物已融。 天地间阳气下降与阴气上升都增多,呈现出万物开始复苏之象,此时万物愈而愈发。 这便是天地所呈现的少阳象,发尘。 夏三月太阳,天地气焦,万物滑石,天地间阳气下降与阴气上升都非常旺盛。 呈现万物繁盛之象,这便是天地所呈现的太阳象,翻秀。 秋三月太阳,天气以及地气已明,天地间阳气下降开始减少。 阴气上升也要减少,天气已经收敛,地气滞后于天气。 万物成之夜少而过充实的丰收景象,这便是天地所呈现的太阳象,溶平。 冬三月烧阴,水冰力撤,五绕忽阳。 天气下降与地气上升都很少,天地呈一片浮藏之象,这便是天地所呈现的少阴象,壁藏。 中一为什么没有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这样继续分下去,就是因为在阴道与阳道的交界点,呈现了两个特殊的象。 这两象表里不一,就是阳明与绝阴。 这两个象所对应的节气,分别是夏至到夏至之后45日的阳明象,冬至到冬至之后45日的绝阴象。 这两端45日的节气有其独特的特点,因此必须单独列出来。 夏至之后,太阳直射点由北回归线向南行,阳气下降减少,理应阴气上升也减少,但此时却恰恰相反,阴气上升反而更多。 天地之间达到了过度繁荣的景象,气温也达到了一年中的最高点。 这么旺盛的阴气上升,不是发生在阳气下降持续增多的状况下,反而发生在阳气下降减少后的45日左右,这段时间就相当于古人所谓的三复天,这段时间便是阳明。 相反,冬至后45日这段时间几古人所谓三九天,唯一年中最冷的时间,这段时间阳气下降开始增多,但大地仍然处于阴道虚的阶段,这段时间便是绝阴。 阳明与绝阴机理相同,一个是由阳转阴,一个是由阴转阳。 绝阴与阳明为非常重要的两个项。 将一年所有节气用阴阳分为六项,则如下图所示。 人体阴阳的运行规律 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是天地的缩影,因此,天地阴阳变化所表现出来的各个状态,在人体也会有反应。 人体各种病相也不会超出40阴阳的范畴。 下面来了解一下人体阴阳的变化规律。 在了解这个规律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在人体究竟何为阴,何为阳。 我还是忍不住要提醒读者朋友,一定要忘掉自己脑中已有的关于阴阳的定义,否则经典的思维真的没办法进入。 感谢我们生活在科技如此发达的时代,可以做大量文献的统计与研究,这样可以对很多概念有清晰的认识。 下面将内经中大量关于阴阳定义的文字放在了一起,这样我们就会对内经所要表达的阴阳有较清晰的认识。 阴者,藏经而起吉也。阳者,为外而为故也。 素问生气通天论。 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 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 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 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 阴阳者,万物之能使也。 故曰。 阴在内,阳之守也。 阳在外,阴之使也。 素问阴阳映像大论。 外者为阳,内者为阴。 素问阴阳离和论。 阳者,天气也,主外。 阴者,地气也,主内。 故阳道时,阴道虚。 素问太阴阳明论。 夫阴与阳,皆有余会,阳助于阴,阴满之外。 阴阳云平,以冲其行,久后若依,命约平人。 素问条经论。 阴者主脏,阳者主辅,阳受器于四末, 阴受器于五脏。 灵书经中史。 以上这些,是我整理的内经中,关于阴阳定义的大部分内容。 从中可以看出,内经各篇章对阴阳的定义都很相似。 通读几遍,便可以大体理解古人对人体阴阳的认识。 作为实体的大地,每时每刻都在和外界进行能量交换。 生活在天地之间的实体人,也是不停地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 外面的能量不停地进入人体。 体内的能量不停地向体外耗散。 阴阳就是因为这个交换才产生的。 外界能量进入人体的过程是阳。 人体向外界消散能量的过程是阴,所以内经反复说外为阳。 内为阴,阳要进入阴。 阴满之后又要散出去。 如果不考虑外界,只考虑人体,往外消散就是阴。 一直往外消散的就是阳,即阴藏经而起及。 阳为外而为故。 这便是阴阳。 阴阳出入的多少不同,会产生数之可食,推之可摆,数之可迁,推之可万种的状态。 乍一看错综复杂,但只要了解阴阳这个一之后,就可以明了。 因此只要掌握好阴阳,我们中医可以治疗各种各样的疾病。 在素文《阴阳印象大论》中,详细记录了阳圣与阴圣的表现。 帝曰,法阴阳奈何。 习博曰,阳圣则身热,凑里必,喘粗为之抚养。 汗不出而热,齿干以凡冤,复满死,能东不能下。 阴圣则身寒。 汗出,身长青,树立而寒,寒则决,决则复满死,能下不能东。 此阴阳更胜之变,并之行能,太,也。 人体处于阳圣,则阳气由外向内增加,而阴气向外消耗减少。 此为阳道时,阳气向内入多则深热,汗毛孔必住。 汗不出,体内气多便会喘粗凶满。 烦躁,当阳入过多,人体之气过剩,以致连腹都胀满。 则必然要阴阳离绝而死。 人体处于阴圣状态,正好与阳圣相反。 是阴气外出增加,而阳气内入减少。 唯阴道虚,阴气向外消散,则毛孔张开,汗出,深冷。 当阴气外出道深已冷,同时内里一点气都没有。 吃完食物之后不能消化而表现负满食,病是除中阴阳离绝而死。 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先看看,千万种疾病是如何归为六经的。 阳气入与阴气出云瓶为正常的阴阳平和之人,不病。 阳气入的多则为三阳病,阴气出的多则为三阴病。 具体详解剑下,绍阳病,人营一胜,即关前一分,左手大于右手,同时左手关前脉的大小明显小于关脉,这种病人的脉会在关前摸到一个塌陷。 摸到这种脉则说明病人当下处在少阳状态。 关前一分左手大于右手,说明人体处于阳入多于阴出的状态,阳入占上风。 阳胜则热,但因为阴阳气都很少,病人不会表现出全身热的症状,只会表现出内里热的症状。 少阳为阳道时,病人处于阳道会越来越实,因为阴阳气都少,所以只会表现出内里预致的症状。 这些症状主要表现为内热引起的往来寒热,心烦,呕,口渴,以及内里预致引起的口苦,头晕头痛,胸邪苦满等。 具体而言,因为阴阳气都少,而阳气稍多,故不会总是发热,只是表现为时而发热。 心烦亦不会表现出像阳明病一样的烦躁不安,只是表现出心里较烦乱,亦被激怒。 呕也不会表现出像太阴病,内含,进食之后不易消化的呕,只是总想呕,但呕不出东西。 口渴也不会表现出像阳明病一样的大咳,只是口渴,但喝不喝水都行,口苦但不会影响味觉。 头晕头痛也不是内需的那种空痛或昏沉,只是胀痛。 胸邪苦满也不会像阳明结胸一样结实,只是胸邪满,叹气就可以缓解。 太阳病,人阴二胜,极关前一分,左手大于右手。 同时关前脉的大小与关脉差不多。 摸到这种脉说明病人当下处于太阳状态。 关前一分左手大于右手,说明人体处于阳入多于阴出的状态。 阳胜则热,因为阴阳气都多,与少阳病内里热相比,太阳病的表现为全身热,为外热。 太阳一为阳道时,病人处于阳道会越来越实。 因为阴阳气较多,所以会表现出全身预制的症状。 这些症状主要表现为外热引起的发热,同时半恶风或误寒,以及全身预制引起的像被强痛、腰痛、全身痛、鼻塞、咳喘、小便不利等。 具体而言,太阳病的发热既不像阳明病的状热不怕冷,也不像少阳病的往来寒热,只是发热。 同时喜欢多穿衣服或打哆嗦,打喷嚏等。 疼痛半痛处喜闻,咳,传也表现为别闷的咳传,以咳出为快。 小便不利不是无利解小便,而是解小便不畅通,或总感觉有尿排不净。 太阳病 气口三胜,即关前一分,右手大于左手,同时关前脉明显大于关脉。 摸到这种脉说明病人当下处于太阳状态。 关前一分右手大于左手,说明人体处于阴出多于阳入的状态。 阴胜则寒,太阴状态阴阳气都多,不会全身寒。 而只表现出内里寒,太阴为阴道虚,令人处于阴道,会表现出气向外消耗的症状。 内寒则内里蕴化减慢,会表现出腹满,吐,食不下等症状。 气外号则会表现出手足温,四肢繁痛,出汗多,小便多等。 弱气外号不畅则会表现出黄胆。 具体而言,太阴病的腹满无论多么厉害,都不会随大便或使气而喻, 或使气后减轻,很快又富满更重,或根本不随使气减轻。 吐亦是因为不能消化而吐,食不下胃消化差而吃不下东西,并非没有食欲的厌食。 手足温一般以手心热为主,手心温度高于止烧,小便多。 出汗多,不会在出汗的同时怕风怕冷,但潮汗的病人会在出完汗之后怕冷。 出汗的时候却想脱衣服。 少阴病,气口二胜,急关前一分,右手大于左手,同时关前脉与关脉大小差不多,摸到这个脉说明病人当下处于少阴状态。 关前一分右手大于左手,说明人体处于阴出多于阳入的状态。 阴胜则寒,少阴状态阴阳气都少,所以会表现出全身寒。 少阴为阴道虚,病人气也是往外消耗多,由于阴阳气都少,所以消耗得比较慢。 全身寒则表现为手足,后背即全身寒,勿寒而全,气慢慢地往外消耗,则会表现出淡郁美。 具体而言,少阴病全身冷,因这种冷病人喜欢保持全着的姿势,坐或走都全着不会昂首挺胸,全身冷虽喜温,但得温之后并不能痊愈。 只可缓解一时,之后更冷,或无论怎样都不能缓解,总想睡觉,无精打采。 前面提到过阳明与绝阴很重要,阳胜则热,阴胜则寒,在阴阳转化的时候就有了绝阴,阳明两项,绝阴是人体由阴胜转到阳胜的过程。 阳明则是人体由阳胜转到阴胜的过程。 绝阴病,气口一胜,即关前一分,右手大于左手,同时关前脉大小明显小于关脉。 摸到这个脉说明人体当下处于绝阴状态。 这个时候,人体的表现和天地间三九天的表现一样,虽是关前一分右手脉大于左手脉,人体表现却不是阴胜,而是阳胜。 这便是众阴必阳。 绝阴在天地间的外相为一片寒风凛冽之相,内里却是万物欲语欲发之相。 人体的表现也是如此,外相一派寒相,内里却有欲语欲发的热相。 这便是外寒里热之相。 外寒则手足绝寒,关节冷痛,内热则消渴,心烦,心中痛热,肌不欲食。 具体而言,因为外寒内热,所以病人外寒一般以手足墨烧冷为主要痛苦,很少会有全身冷,内热也非真的内热,而是与外寒相比的内热。 因此病人会有胃不着热、反酸、心烦等症状,因为只是相对的热,不只是感觉饿却没有胃口。 绝阴病外寒越重相对的内热也就越重,故决身者,热一身,决微者。 热一微。 阳明病。 人应三胜,即关前一分,左手大于右手。 同时关前脉明显大于关脉。 摸到这个脉说明病人当下处于阳明状态。 这种表现与绝阴病正好相反,正对应天地间的三副天。 这时虽是关前一分左手脉大于右手脉。 人体表现却不是阳胜,反而是阴胜。 这便是重阳必阴。 阳明在天地间的外相为一片繁荣昌盛之相,内里却是开始结果与即将凋零之相。 人体表现也是如此,外相一片热相,内里却是重寒之相。 这便是外热里寒之相。 人体表现外热则大热,大渴,大汗,甚至狂躁。 内寒则会表现出负障,心下硬,大便坚硬,甚至下里清水。 具体而言,因为这个热只是外热,故皮肤会很烫。 体温表测量皮肤温度也会很高,但并不怕冷。 大咳也是以口舌干咳为主。 往往给病人冷水时,病人淡欲漱口,不欲咽。 下咽也要在口内将水温之后方咳。 狂躁,大汗都是为使外热减轻。 但往往越出汗外越热。 所以出汗不会真正降低体温。 最多只可缓解一会儿,很快体温又会更高起来。 内寒则说明卫家寒宁不得运化,故而负胀,尤其是吃饭之后加重。 因为卫家不运化所以大便不下行,不下行则称硬食。 东日若得阳明病,因冬季天寒地冻,人体汗孔闭塞。 即使是阳明病也不会表现出多汗等症状,而会表现小便多。 很多版本的伤寒论,都单独提出了东阳明病的论治。 对六经病有了清楚的认识后,下面再来看看人淫气口脉法对应的四食阴阳。 读取寸口的脉诊中,关前一分,左为人淫,右为气口,即左手关前一分反映人体阳气的状态,右手关前一分反映人体阴气的状态。 当左手关前一分大于右手关前一分,说明人体处在阳的状态,与天地对应则为春夏的状态,即只能是少阳、太阳、阳明三种状态之一。 当右手关前一分大于左手关前一分,说明人体处在阴的状态,与天地对应则为秋冬的状态,即只能是太阴、少阴、绝阴三种状态之一。 随着左手关前一分由一成到二胜到三胜,人体的气血变化也如天地变化一样,由春到夏再到夏之后四十五日。 随着右手关前一分由三成到二胜到一胜,人体的气血变化也如天地变化一样,由秋到冬再到冬至后四十五日。 总之,六经病从具体表现而言便是,少阳病为内热,太阳病为外热,太阴病为内寒,少阴病为外寒,绝阴病为外寒内热,阳明病为外热内寒。 在临床应用上,通过脉诊和问诊,可以判断出病人当下所处的状态。脉证和参,只要脉证一致,便可明确如何立法与处方。 阳明之为病,为众寒是也。 对这个说法,很多人会提出疑问,阳明病提纲正明明是为家时,你怎么解释为众寒了呢? 从文献资料上看,最早提出阳明病为家时的是宋陈林义,而最终将阳明病确定为为,家时的一家是陈乌吉。 他们在没有办法解释条文中的,为众寒时便认为是眼闻,并将之改成为家时了。 我提出这个观点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并非是对医学前辈的挑衅。 首先,从文献上看,对阳明病提纲正有记载的伤寒论各版本中,最早版本是孙思淼千金一方中收载的。 即学书界所称的唐本伤寒论,该版本中记载的是阳明之为病,为众寒是也。 第二扫的版本是北宋纯化年间出版的,太平盛会方中收载的,又称高级冲本伤寒论或纯化本伤寒论。 该版本中记载的是阳明者,为众寒是也。 宋陈林一在校对伤寒论时,加入了很多伊礼的推理和华丽的词枣,好在宋陈对事实还是很尊重的。 所以在现传宋本伤寒论中,阳明病的提纲正记载为阳明之为病,为家时一作,寒是也。 从小字可以看出,宋陈对阳明病是,为家时,还是为众寒的认识是比较倾向于前者的。 后来的伊礁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小字,于是阳明病就被定格在为家时了。 早期版本的《伤寒论均》记载的是为众寒,因此从文献上看阳明病的提纲当为为众寒。 其次,从文字内容看。 问曰,并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何谓也。 答曰,太阳阳明者,提约易云落是也。 正阳阳明者,为家时是也。 少阳阳明者,发汗,力小便矣,为中躁,凡,时,大便难是也。 可知阳明病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即少阳阳明,太阳阳明与正阳阳明,而正阳阳明的病基特点是为家时。 因此可以说有一部分阳明病病人是正阳阳明,病基表现为为家时,还有一部分太阳阳明,少阳阳明的病人不是为家时。 所以,阳明病的提纲症,不应该是一个局部的为家时,而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为中寒。 这样内容就连贯起来了,文句也就通顺了。 条文先说阳明病的分型,再说阳明病的病基,再往下是针对病基的提问,阳明病为中是寒的,外表会出现什么症状呢? 问曰,阳明病外症吟何? 答曰,深热,汗自出,不误寒,反恶热也。 就是说阳明病人为中是寒的,但外症却表现为热。 最后,从医理上讲,当人体的气血都非常迅速地涌向外,并且不停地向外消散,内里无气,那可想而知内里一定是寒的。 向外消散的越迅猛,内里则越寒,临床上长期高热的病人,胃口都会变差,都是只想喝点热粥。 气血都在外,所以大便才会密结,或大便为清水。 而后世所创立的热结旁流的理论,无论怎么解释都会感觉有些牵强。 因为热如果结在肠中,除非包裹了一层隔热效果很好的保护膜,否则不管什么水在经过热结时都会被吸收。 天地间,任何冷水都不会从灼热的火态上安好经过,必会消融,人体的激励也不会超越自然之理。 阳明病与绝阴病表里不一,比较不好理解,因此古今争议也一直较大。 如果看到这里你还是觉得转不过弯来,或者对前文说的个经症状有些炫运,那也不要紧,请继续读下去,并且多读几遍伤寒论,就会慢慢理解了。 进一步细分人体状态。将人体状态先分为六经,可以对人体的大体情况有整体的认识,但仅掌握这些信息在临床应用上是不够的。 面对六经,只说明我们知道了人体处于四剂,十为六剂,中的哪一剂,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往下分,更加详细地掌握病人当下的病剂。 六经继续往下分的细化过程,张仲景与内经的分法微有差异,张仲景是在变出六经之后,继续按阴阳分了下去。 而内经是按五经分了下去。 之所以会有差异,是因为内经的分法更能有效地指导真久临床,而张仲景的分法更能有效地指导中药临床。 下面我们将逐一进行分析。 内经是将六经继续按四十分,四十为春、夏、长夏、秋、冬,四十对应五脏肝、心、脾、肺、肾。 即先通过人营气口诊法,分出人体的六经状态后,再往下以四十脉法细分,春脉如咸下脉如沟秋脉如腐动脉如营。 在临床上只要摸到咸脉,就可以判断病人当下为春脉,即当下对应天地为春天的状态。 对应人体为肝病肝脉咸,这个肝病千万不要想成西医所说的肝脏病,而是只处于肝的状态。 同样,如果病人脉象为勾脉,说明病人是心病。 为了加强大家对五脏病的理解,下面以心病为例,说明什么是五脏,什么是五脏病。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皮,心注射。 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藏为心。 素问阴阳影响大论。 按照脏象理解,南方,热,火,心等都是气处于炎上的火热状态,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像,病人无论哪里不舒服。 只要表现为火热的像我们就说它是心病,亦可称为下病。 心病,并不是说心脏的生理功能出现了异常病变,也不是心血管系统的病。 在经典里没有心火上炎,肝火上炎等病理描述,因为在经典里心是一个像, 其他任何脏都是一个藏着的像。 扶平心脉来,雷雷如莲珠,如熏郎肝,约心平,下,以为其为本。 并心脉来,喘喘莲珠,其中微躯,约心病。 此心脉来,前躯后居。 如操带勾,约心死。 素问平人气象论。 如果脉象为蕾蕾如莲珠,即后世所言的华脉,说明当下为心象的状态,即火的状态,说明这个人性格活泼好动,喜欢冬天不喜欢夏天。 这就是心平,为夏天的状态。 如果脉象为蕃蕃莲珠,即脉华的较厉害,说明处在心病象的状态,即火的状态太过了。 说明这个人会有猪热帽翅,猪痛阳疮等像夏天火一样的症状,这就是心病。 如果脉象为如操带勾,即脉华的已经没有一点和缓的感觉,说明这个人处在火过急的状态,当逢天地间火气过多时这个人就会发病。 如果病缓则夏天发病,冬天死,病急则日中发病,一半死,逢天地之气正好克制时就很容易有生命危险,这就是心思象。 如果春天摸到下死脉,我们可以预言夏天病人很难过,很有可能活不过冬天。 这即是下位微勾约平,勾多位少约心病,但勾无位约死。 五脏脉以胃气为本,胃气就是脉象中从容和缓的感觉,无论病人脉象是闲,勾,毛,食的哪一种,如果表现从容和缓。 那这个脉象就只说明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微不病。 当从容和缓的感觉减少说明这个人病了。 当一点也摸不出从容和缓的感觉,就说明这个人的病不治。 人体是一个整体,由于观察人体的切入点不同,会有一些辩证上的分歧,但所指向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后世很多得到的医家,是先将一个人按五脏脉分到五脏病,分出五脏脉之后,再根据寸观尺脉的走势,判断病人气的升降出入问题。 以指导临床用药,描述一个人当下的状态,就如同描述一个人的长相一样。 有的人习惯先描述身高体型,再描述皮肤的色泽质地,五官特点。 这样我们就对这个人的长相有了大体的认识。 有的人习惯于先描述皮肤,五官特点,再描述身高体型。 我们也可以对这个人的长相有大体的认识。 张仲景所用的六经辨证,与后世明依所用的辨证体系,都是运用天地阴阳思维描述人体状态,横看成领侧成风。 不同的切入点会在描述上有分歧,只要是同一个到最后达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伤寒论,是在分出六经之后,继续沿着阴阳往下分,通过脉象的大小,滑色,缓急,有力没力等继续分了下去。 张仲景对脉象的定义,和现在对脉象的定义有很大出入。 张仲景的原文为,问曰,脉有阴阳,何谓也。 答曰,凡脉大,福,树,动,华,此名阳也。 脉尘,色,弱,咸,为,此名阴也。 伤寒论变脉法,具体理解如下。 1.通过举案判断中风与中寒。 每一经并都有中风与中寒,风与寒为天地的两个对立的像。 风为疏泻象,寒为拘谨象。 天地处于疏泻象时会表现出风大,天地处于拘谨象时会表现出寒冷。 人长时间处于风大的场所,风会加速汗液的蒸发,人的气就会处于向外消散的状态。 人长时间处于寒冷的场所,全身肌肉就会拘谨。 人的气就会处于拘谨的状态,物病人会表现出开泻松弛或紧张静弯的症状。 这便是珠峰开泻,珠寒收影的道理。 摸脉时,手指力度要由轻到重,一直按压到指下无脉搏感,仔细体会指下脉搏力度的变化。 手指力度由轻到重的按压过程中,指下感觉脉搏强度会由轻到重再到轻,可以摸到一个最强脉。 同样,手指力度由重到轻的抬指过程中,也会摸到一个最强脉,要将这两个脉力进行比较。 如果下按过程的脉搏强度,大于抬指过程的脉搏强度,说明病人的气为拘谨状态。 反之,如果抬指过程的脉搏强度,大于下按过程的脉搏强度,说明病人的气为输卸状态。 我们治疗的目的,就是将气由拘谨状态调理到轻微的输卸状态,将气由输卸状态调理到轻微的拘谨状态。 2. 通过脉位的符,中,陈判断病位表里。 这里所说的符,中,陈并不是轻取,中取,重取,而是摸到脉之后,感觉脉搏最有力的位置。 如果脉搏最有力的位置在脉管的上侧,即刚摸到脉就比较有力,则说明病位符,并在表。 如果脉搏最有力的位置在脉管底部,用较大的力采摸到脉的最强力度,说明病位沉,并在理。 3. 通过脉型的勾弦判断是否有预知。 脉搏在指下搏动,会产生两种感觉,一种是像一个珠子从手指下滑过去,从指下的一端滑到另一端。 我们称这种脉为勾脉,后世称这种脉为滑脉,定义以混淆。 一种是如寻肠肝或如按琴弦的感觉,是一条线上下搏动的感觉。 我们称这种为咸脉。 体会勾脉的最好方法,就是找一个身体健康的两三岁小孩,他们的脉一般都华丽,反映的是人体气血流通顺利,没有预知。 体会咸脉的方法是随便找一个人,用手指将寸脉按死,这是用另一个手指摸持脉,这时的持脉就会是咸脉。 脉管前端被堵住,后边就咸了起来,说明咸脉所反映的是人体气血运行有预知。 预知物可能为痰、气、水、血之一。 4. 通过脉搏频率的缓、急、滑、色判断气血运行情况。 缓式脉搏制数每分钟少于65次,急式脉搏制数每分钟多于85次。 花式脉搏制数正常,每一搏动都很流利。 色式脉搏制数正常,每一搏动都很尖色。 这些都反映人体气血运行的快慢。 脉搏的缓,急、滑、色与齿部皮肤的缓,急、滑、色大部分是同步的。 齿肤主要用于诊弱脉,可以通过用无明指清浮齿部皮肤,感觉齿部皮肤的缓,色、缓、急。 还可以通过病人在没有情绪波动时,说话语速的快慢,判断人体气血运行情况。 5. 通过脉的大小判断气血的多少。 脉过大或过小都反映人体内气血少。 脉大为劳,急需易为劳。 精愧要略血比虚劳病脉症病脂。 不同一家对脉搏在指下的感觉定义都不一样。 有的一家把尘脉说成腐脉,把滑脉说成动脉。 这些本无对错,而是需要后学之人仔细分辨。 如朱丹西对基本脉型的定义就与张仲景不同。 如果看朱丹西的书,一定要用朱丹西的脉象系统,且不可以混淆。 脉象对于医生,如同尺子对于木匠。 木匠需要用精准的尺子,才能打造出完美的家具。 同样,医生需要通过脉诊,精准的测量出病人气血偏轻状态才能治病。 而要达到对病人状态精准的测量,就需要有成体系的脉学系统。 很多师弟问我,学脉诊该看什么书? 怎么练习指下的敏感度? 我认为不要只看脉诊的书,脉是为临床治疗服务的, 只要看理,法,方,要读记录详细的书就可以。 关于指下的敏感度,首先需要端正一个态度, 我们是为了治病,并不是为了达到病人不开口, 就知道病人所得病的西医病名。 如果刻意追求乙脉测病,心就会越来越浮, 就会偏离中医脉诊的本意。 诊脉的关键是要沉下心来,好好研究脉力, 只要直透没有残疾都能摸到准确的脉象。 有智慧的医生会盯着病人与病人之间的共同点查看, 这个共同点就是病人气血阴阳的情况。 他们通过各种诊法提取信息,以反映出人体的状态。 而愚昧的医生则盯着病人的各种奇怪症状或病名, 按病所方,故而会有骨方不能治疾病的感慨。 不管什么方子,如果没有理法的指导, 可能偶有中的,但不会有稳定的疗效。 愚昧的医生总会觉得,病人说了那么多症状, 却没有一个方子能对应得上, 那么多信息却不能用来判定该用什么方。 那么多好用的方子, 却总是觉得仍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病情。 而智者正好相反,可以通过脉诊、望诊、问诊、 闻诊得到很多信息。 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对病人的整体状态了解得非常清楚。 这些信息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病机, 如此处方自然会有效。 古今的方计有很多, 只要掌握了病人的病机, 不需要齐方、秘方、信守年来便是好方。 因此,我们要多培养自己查同的能力, 培养自己通过望、闻、问、 却准却无误地判断病人状态的能力。 在临证时, 不要急着去问病人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 而是要静下心来通过病人的身形、 面部的气色、 说话的语气等先对其整体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再摸脉向以判断病人气血偏轻的情况。 然后再问病人最不舒服的几个症状, 通过病人对这几个症状的描述, 判断脉症是否相符, 得出一个诊断, 这个诊断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病, 而是病人当下的六经状态, 是其偏离中和的状态。 这样我们看到的是得病的人, 而不是人得的病。 病情是千变万化的, 各种各样, 在后的书也记载不完, 但人体偏离中和状态也就那么几个方向。 如果站在疾病角度上看, 每种病有每种病的规律, 再好的医生也只能掌握几种病的变化规律。 如果站在人的角度去看, 无论什么病都会按照人体的大规律去变化, 我们只需要掌握人体的气血运行规律, 理论上就可以治疗所有的疾病。 人体气血的运行规律与天地的运行规律一致, 顺应人体与天地的规律去治病, 就可以无惑于千奇百怪的疾病, 就可以不便应万变去治疗各种病。 找找名于阴阳, 如获之解, 如醉之醒的感觉。 灵书经外揣颜魂术为一, 要求医生最后在治病上达到魂术为一, 通过研究人体而体会魂术为一的道, 一旦得道便能以道之天下。 灵书经外揣虽然很短, 但在内经中却被多次提到, 是非常具有总结性的文字, 下面节路部分, 让大家找找这种一线贯穿的感觉。 黄帝曰, 于愿闻真道, 非国是也。 齐伯曰, 夫治国者, 夫为道焉, 非道, 何可小大深浅杂合为义乎。 黄帝曰, 愿足闻之。 齐伯在前文说了天地万物都可以以管之, 并且可以用之治国。 黄帝仁慈得为不想治国只想看好病的人发问, 如何在真上魂术为一。 齐伯就说无论治国和治病都必须掌握到, 治国与治病两者无区别, 倒可谓大之无外, 小之无内。 黄帝开始准备习耳宫听道在医术上的运用, 下面是齐伯将道的核心, 用最简单的话表述出来。 齐伯曰, 日语月焉, 水语静焉, 古语响焉。 夫日月之明, 不失其应。 水净之茶, 不失其行。 古想之应, 不厚其声。 动摇则应和, 尽得其情。 齐伯说只要人体内的气机发生变化, 一定会在同一时间准确地在外部表现出来, 这种清晰而明确的表现我们不可能错过。 内里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外部变化, 就像太阳或月亮照到物体上必然有影子一样, 外部变化一定能准确反映内里的变化, 内里的变化也一定能准确反映外部的变化, 就像用镜子或水面照物体一样极清晰又明确, 内部变化必然与外部变化同步, 就像敲鼓一定会同时听到声音一样。 这些变化不会有丝毫的差错, 气机只要有轻微的动摇, 得其情者一眼就能察觉。 皇帝曰, 窘呼哉, 昭昭之名不可避, 其不可避, 不失阴阳也。 何而查之, 妾而验之, 见而得之, 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行也。 五音不张, 五色不明, 五脏波荡, 若使则内外相袭, 若鼓之应符, 响之应声, 影之四行。 故原者思外揣内, 静者思内揣外, 是位阴阳之其。 天地之盖, 请藏之灵丸之事, 夫敢使谢也。 皇帝感慨于这种气机变化的神奇, 病人无论怎么样, 都掩盖不了其内里气机的变化。 我们医者之所以能不被蒙蔽, 能直接看透病人真正的病机所在, 只因为不是阴阳。 临诊时, 异者心必须处于不偏不倚, 不阴不阳的状态, 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思想, 在处于到的状态下体察病人阴阳的变化。 这种体察可以通过脉诊, 望诊, 闻诊, 问诊等。 如果病人就在面前, 我们可以通过脉诊, 闻诊, 望诊等直接看清其内里气机变化, 然后通过病人外在表现, 验证这种判断是否准确。 如果病人离得较远, 我们可以通过病人描述外在表现, 来推测内里的阴阳变化。 谨守着阴阳看病, 对病人的病情可以精准而全面地察觉, 直到处方便会法度森严, 用要严谨, 不会有猜测, 顾虑等, 如此便不再迷惑。 达到去世独见, 时若昏, 招人独明, 若风吹云, 即一群医生来给一个病人看病, 别的医生会像喝醉酒一样讨论, 猜测病人的病情。 那么多招人显现地向他们察觉不到, 只有你能看到病人的阴阳变化, 你很清醒地知道, 该如何达到如风吹云一样的治疗效果。 同学提问。 问, 您说了这么多内经的知识, 为什么我听着云里雾里的感觉, 根本听不懂? 答, 这说明我说的话没有引起你内心的共鸣, 我可以给你描述泰山之雄, 华山之险, 横山之秀, 横山之旗, 松山之绝。 如果你没有登上过就不会有任何体会。 但只要你登上过一次, 那么我稍微一提醒, 你便会有体会。 文中有很多话都出自内经, 但没有标明具体篇章。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话的出处, 说明看经典的次数太少了, 说实不保。 无论我怎么讲我对经典的解读, 如果你不自己去读, 只能是云里雾里。 只有自己仔细读经典并从中有所体悟, 那才是你真正的东西, 才能应用自如。 我的建议是先从头到尾读几遍经典, 再往下阅读本书, 否则越往下看会越吃力。 在我代交的师弟师妹中, 我发现学得最好的, 并不是跟着我时间最长的, 也不是学我学得最像的。 医术高的还是那些能够静心钻研经典, 对经典有所体悟者。 问, 人迎气口脉发只能诊断初一经病, 那怎么诊断肩脏病呢? 有很多太阳病还兼有少因理虚, 这事直接表就不行, 必须温理。 而且伤寒论中也写了合并, 就是两经同时得病, 这些应该如何诊断。 答, 之所以产生这种疑问, 是因为以前看的书太多了, 还没有放下来, 这样就容易混淆定义。 产生这种疑问, 是在思维里认为六经是一个不为, 太阳为表而少因为理, 这样就可以合在一起得病。 其实六经定不是不为, 而是一种状态。 素问是从容论很严肃地批评了这种看病方式, 这一篇主要目的就是改变思维, 让我们看病可以从容不获。 大家要放下所有后世的东西, 重新读几遍经典, 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下面我引用一下素问是从容论。 雷公曰, 甘虚肾虚脾虚, 皆令人体重凡冤, 当头毒药, 刺酒, 鞭食, 汤液, 护以护不移, 愿闻其解。 毕曰, 功何年之长而问之少。 于真问以自谬也。 无问自咬明, 子言上下偏已对何也。 夫皮须夫四肺, 甚小夫四皮, 甘疾沉散四肾, 此皆公之所是乱也。 然从容得知。 若夫三脏, 涂木水参居, 此童子之所知, 问之何也。 雷公在内经中扮演替我们挨骂的角色, 在内经中只要出现雷公, 多数是作为反面教才出现的, 雷公这次又挨骂了。 我个人认为, 雷公是内经中最伟大也最可爱的人物, 他勤奋博学, 却总是心甘情愿地为我们问一些小儿科的问题, 被皇帝骂。 雷公问皇帝有病人体重犯冤, 诊断为肝须肾须皮须同时得病, 用各种治疗方法, 有的治好了, 有的治不好, 请问为什么? 现在的中医临床, 很多医生还是这样, 来了一个病人腰痛乏力, 吃饭不好, 心情也不好, 我们就诊断为肝皮肾须, 然后一堆不肝肾健脾胃的药, 如果是对自己临床负责任的医生, 会很清楚地观察到有的治好了, 有的治不好。 皇帝极其严厉地批评了雷公这种低级错误, 用词非常苛刻, 说雷公学了这么多年却知道这么少, 问的问题自相矛盾, 我让你问东。 你却答西, 我说的皮须是皮须的状态, 而你却把吃饭不好说成皮须。 皇帝很生气, 重新解释了何为皮病, 肾病, 肝病, 脉象虚软, 扶曲有点像肺脉, 在五脏系统里肺脉为肤而短色, 这是皮病, 脉象小, 扶曲有点像皮脉, 这是肾病, 脉象急, 沉曲有点像肾脉, 这是肝病。 这三脏病很容易区分出来, 虽然一公偶尔会区分错误, 但总归可以很从容地诊断出来, 雷公所问这些问题。 可以说连刚学习的童子都知道, 没有问的必要。 雷公曰, 于此有人, 头痛痙攣, 骨重, 切然少气, 灰衣腹满, 食精, 不是我, 此何脏之发也。 脉腹而闲, 妾知时间, 不知其解。 腹问所以三脏者, 以知其比类也。 帝曰, 腹从容之未也。 腹年长则求之于腹, 年少则求之于精, 年壮则求之于脏。 经子所言皆是, 八封晚熟, 五脏消瘦, 传邪相授。 夫妇而闲者, 是肾不足也。 缠而食者, 是肾气内诸也。 切然少气者, 是水道不行。 行其消瘦也。 咳嗽繁渊者, 是肾气之逆也。 一人之气, 病在一脏也, 若言三脏俱行, 不再法也。 雷公又替我们把问题再一次确认清楚。 雷公举了一个病例, 有个病人头痛痙攣, 肝病, 骨重, 切然少气, 肾病, 会依附满, 肾病, 这究竟是什么病啊? 摸脉腐而闲, 往下按如是一样坚硬。 请问怎么能区分出三脏病? 皇帝说这个病是肾病, 原因是一通过脉疹腐而闲, 是肾病, 实为五脏的寒病, 属水, 尘儿实为肾气内诸。 二通过症状也是肾病, 因此这是肾病。 一个人的病只能在一个脏上, 如果说一个人的病在三个脏, 那这个医生开放一定不在法上。 谨记一人之气, 病在一脏也, 若言三脏俱行, 不在法也。 关于合并问题, 只有三阳并有合并, 合并的原因为表不简而误致, 具体会在下一张戏说。 问, 如果说每一经病反应的是一种状态, 那这一状态与具体实体脏气有没有关系? 如脾胃病与太阴之间有没有关系? 答, 中医之所以混乱, 就是错将病的相与实体联系起来。 现在医生一间胃疼那差就是脾病, 太阴病, 一见到咳嗽就认为是肺病。 内经理明确说五脏六腑皆领人咳, 非都肺也, 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还被后人误解了。 后人以为五脏六腑都能引起肺的病变而咳嗽。 其实原文要表达的意思是, 五脏六腑任何一脏都可以直接表现为咳嗽, 下文就描述了肝咳, 皮咳等表现。 在临床上, 咳嗽患者的状态可以是六经的任何一经, 同样, 任何一经都可以引起胃疼等一切单一的病。 所以单纯从临床上来说, 肺病和太阴并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从理论远远讲, 中医理论为原物比类, 木头和春天虽然没有联系, 但从内理性质看, 木的生发所反映的就是春相。 我们学中医要搞清楚这种思维。 问, 内经里提到食气入味, 散经于肝, 银气于金。 脾气散经, 上疏于肺。 等生理循环, 并非只有西医谈生理, 中医也在谈生理, 您对经典中的中医生理怎么看待? 答。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内经里同样可以找到。 雷公请问, 哭泣而泪不出者, 若出而少替, 其故何也? 帝曰, 在经有也。 赴问, 不知谁所从生, 替所从出也? 帝曰, 若问此者。 无异于智也, 公之所知, 道之所生也。 素问解经微论。 雷公问了皇帝一个生理现象, 人在抽气的时候为什么只流鼻涕不流泪, 为什么流泪的时候就不流鼻涕了? 皇帝其实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就说在经典上有记载, 自己回去看吧。 雷公还是不依不饶地问, 这些水从哪个地方出来的呢? 沿着哪个管道流出来而成涕了呢? 皇帝便说, 这个问题对治疗没有任何帮助, 但是医生都知道, 就是说即使你掌握了眼泪怎么生成, 以及怎么流的生理对中医治疗没有帮助。 就像即使我们知道脾气是如何散惊的, 对我们治病没有帮助, 我们还是要通过各种方法治到病人的状态, 调整病人的状态。 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只要紧述阴阳便可, 与生理病理无关。 对西医或中医所说的生理系统, 病理系统应该掌握, 是因为掌握之后, 可以跟病人解释得病的实体原理, 用抽象的阴阳解释病情。 病人一般听不懂。 问, 经言望而知之位之神, 闻而知之位之圣, 闻而知之位之功, 且而知之位之巧。 脉诊是四诊之末, 但您为什么如此强调, 甚至强调到四诊之首的地位呢? 答, 对这句话的认识真是被断章取义到了极点。 现在很多通过看掌闻, 面相说出西医病名的医生都认为是望而知之。 南京是五行脏气体系的经典, 这句话说的是通过望诊, 诊断出病人的青, 赤, 黄, 白, 黑五色。 判断出病人所处在五脏病的哪一脏, 再根据五色的颜色深浅, 明暗, 浮沉, 不为判断出该病人具体的病机, 此为望而知之。 通过闻诊, 诊断出病人工, 伤, 脚, 脂, 与五音, 判断出病人处在五脏病的哪一脏, 再根据发音的部位, 如唇音, 舌音, 哑音, 齿音, 喉音, 发音的大小等判断出病人的具体病机, 此为闻而知之。 通过问诊, 诊断出病人真正所欲酸, 苦, 肝, 心, 嫌五味, 判断出病人处在五脏病的哪一脏, 再根据具体欲望的大小, 时间等判断出病人的具体病机, 此为闻而知之。 通过脉诊, 诊断出病人嫌, 勾, 带, 毛, 食五脉, 判断出病人处在五脏病的哪一脏, 再根据脉的大小, 滑色, 缓急等判断出病人的具体病机, 此为窃而知之。 大家看看这四种诊断方法, 相比较而言, 窃而知之最容易了, 再次为闻而知之, 再次是闻而知之, 最难的是望而知之。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 当然要从最简单的巧开始学起, 一步一步地向前, 怎么能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直接学高难度的? 如果能掌握两个以上的诊断方法, 来了病人, 先用一种方法诊断出病人病机, 再用另一种或几种方法确定。 如果得出的病机都共同指向一个, 那么, 对病机的判断准确性将极高, 故内经验。 知一则为公, 知二则为神, 知三则神且明矣。 问, 人迎气口脉法, 只用到左右手的关脉和关前一分, 并未用到寸脉和尺脉, 那么寸尺脉还需要摸吗? 答, 人迎气口脉法, 是快速判断人体状态的一个刚领性的脉诊方法, 分出六经并不是脉诊的全部, 而仅仅是脉诊的开始。 用人迎气口脉诊法分出六经后, 还要参考整体脉的大小, 虚实、滑色等, 同时参照寸脉与尺脉。 寸以后表, 尺以后里。 寸脉可以反映病人表的虚实情况, 尺脉可以反映病人内里的虚实情况。 以发汗为例, 用麻黄汤发汗必须要表里都是才可, 寸尺任何一部虚都不可用麻黄汤。 用柜汁汤发汗, 尺脉不能太虚。 尺脉过虚只能通过补义的方法使其自撼。 下法意识, 如果表示里虚绝对不可选用卸下法, 只有里实。 而表不比里更实, 即寸脉力度不及尺脉, 才可选下法。 具体很难用几句话说明, 大家一定要记住寸脉与尺脉很有意义, 往下读就会有总体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